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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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學請翻到第17頁 我們今天對於第一章 先簡單的做一個結束 然后呢进入到第二章的讨论 那么在前两次的上课呢 我们大致上对于所谓的政治 以及政治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 以及关于像是权力等等的概念呢 做了一些初步的介绍 那么我们看一下17页 这个第一章里面的最后一个小节 What good is political science? 那么政治科学到底有什么好处 那么我们在上礼拜呢 也曾经讨论过 那么政治科学 它到底可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 当然这是几十年来存在的辩论 并没有一个答案 是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 但是呢大致上大家都可以同意 那么在目前的不仅是政治科学 或者是其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上 我们还是希望呢 能够用一些科学的态度 科学的方法来从事政治学的 某些领域的研究 我这边特别谈到 那么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们仍然必须强调的是 并不是我们政治学所有的议题 都可以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关于一些规范性的一些讨论 关于一些价值的一些问题的话 当然就很难做一些量化的一些研究 但是在相当的一些领域上 政治科学的使用的一些科学方法 一些科学态度 科学精神仍然可以用在我们政治学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事项的研究上 那么而政治学本身 跟实际的政治之间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研究政治 当然希望对于实际的政治呢 是能够有所帮助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特别的强调 那么比如说各位看到17页的倒数 最后一行 那么政治学呢 它不必然能够训练出一些实际的政治人物 不是说各位到了政治系 接受了四年的政治学的专任专业训练之后 就以后就会成为非常出色的政治人物 政治系不是在培养政治人物的 那么政治学本身的一些训练呢 事实上请各位翻到18页 政治学本身呢 它是训练我们如何的能够客观的 并且常常是非常复杂的一些方式 来分析许多政治现象 政治学的训练是我们培养出一些客观 具有分析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来面对许多政治现象的一些研究者 或者至少呢能够对于这方面呢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些知识的一些掌握 就如同各位我们前两个礼拜一直强调的 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细菌 我们如何来研究它 那么来阻止它能够对于人类所造成一些伤害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发展的过程 我们是希望非常冷静的客观的来看待许多复杂的政治现象 政治系不是只是为了要培养政治荣物而存在的 那么当然一个很大的差异是我们刚才说过呢 政治学本身是希望能够客观的 用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分析的方式 来面对这个政治的现象 但是呢政治本身却往往需要一些固定的 如同各位看到这边18页的第二行所说的 政治本身呢却往往它这个需要的是一个 所谓的固定的受欢迎的并且简化的一些意见 那么这个跟政治学所研究的方向 事实上还是有一些落差的 但是呢尽管如此 我们政治学仍然可能对于实际的政治会有所贡献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这么复杂的政治的一些现象 当然我们从这中间呢也可以找出一些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原因 我们刚才说过呢就如同这个生物学家的研究细菌一样 我们希望呢找出它的一些因果关系 我们希望呢能够提出一些政策 甚至一些警告来告诉实际的政治容误 那么如果你采取了某项政策 它可能会导致怎么样的一种结果 就如同我们过去在台湾推动宪政改革 推动选制改革 我们会非常清楚的告诉一些政治容误 如果你采取的是总统制 那么台湾未来可能的发展会是什么 如果你采取的是内阁制 未来它可能导致台湾的政治的一些变化又是怎么样 那当然后来台湾在97修宪采取的是双首长制 半总统制那么我们也会告诉 你在这样的宪政改革之下 那么比如说总统取消了格魁的任命同意权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本来就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些 这个研究的一些成果 告诉实际的政治 比如说台湾过去十几年来 我们也谈到很多人推动选制改革 认为过去的立委选制是不好的 那么要怎么改 当然很多的学者也会提出许多的意见 来实际的对于政治是有所影响的 那么当然像现在的话 对于像是政府的组织改造 对于两岸关系等等 都有许多的学者 提出他们的一些研究的成果 来提供决策者一些参考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虽然政治系 做政治学的研究 它不是以培养政治人物为目的 但是政治系的一些训练 政治学的研究 当然还是可能会对于时期的政治 会产生一定的一些影响 那么最后我想我们这一章 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论 请各位翻回前面16页 这蛮有趣的一个对比 这个各位看到16页的Key Concept 我们刚才谈到了政治学 跟实际的政治 我们看一下这中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 这是作者整理出来一个 提供我们做个参考的 Politics vs Political Science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过了 政治学本身 它并不等于政治 那么它也不必然 要这个训练 就是政治学的学生 要成为实际的这个政客 或者是政治人物 那么相反的呢 政治学是在训练一些 非常淡定的 客观的对于政治的一些分析 那么当然它本身对于实际的政治人物而言的话 那么不见得可能有 或者是可能没有帮助 那么所以到底实际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我们所说Politician 所谓的政客呢 跟政治研究者 政治科学家又是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所做的一些有趣的一些对照 第一个 政治人物呢 他们是这个爱好权利的 这个love power 但是呢 政治科学家 他们是怀疑权利 我们时常说过呢 其实政治学者 往往会对于权利 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我们只是想如何来制衡 来分权 那么但是对于权利本身 并不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目的 我们往往必须要对于权利说出真相 如同课本19页 18页那边所提到的 我们要这个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那么我们往往要对于权利说出真相 所以呢 一个是喜爱权利的 一个是怀疑权利的 那么政治人物本身呢 它是来寻求声望的 寻求这个民众的一些掌声的 这个seek popularity 但是呢 政治学家 他们是寻求一些比较准确性 或精确性 对不对 我们希望能够很准确的 来对于复杂的现象提出解释 那么政治人物呢 他们往往呢 是从事非常务实性的 Practically thinking 从事非常务实的一些思考 但是呢 政治学者往往所从事的是 比较抽象性的思考 抽象性的一些思考 那么政治人物呢 他们往往呢 会把持着一些 比较固定的一些观点 他们往往会持着固定观点 比如说政治人物的话 像台湾更是如此嘛 蓝绿 往往就是什么 屁股决定脑袋 那么 那么只问色彩 不问是非 往往会很多人会这样子的一些 这个观点 但是呢 往往从事政治学研究的话 我们往往可能 只是达到一些 所谓的战时性的结论 很多东西 我们都知道 随着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假设 你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所以我们往往都是一些 tentative conclusion 那么政治人物呢 他们往往思考比较简单 很多事情 他们往往都是一些单一的 单一的因素 什么事情 反正说像我们台湾也是 一切事情就是 都是怪中国大陆 对吧 一切都是中共的错 或者说一切都是国民党的错 他们往往就是把很多因素都归于单一的因素 这最容易来说服民众的 但是呢 往往政治学者所提供的许多答案 可能是提供的是 许许多多不同的一些原因 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单纯的 单一因素所造成的 那么 政治人物呢 往往他们所看到的 只是一些短期的一些利益 一些shorturn的payoff 但是呢 政治学者 他所承受的研究呢 往往他们所着重的是 比较长期的一些影响 我们所看待一个制度的实施 比如说五都改制 那么五都突然 过去的三都突然变成五都 在政治人物的眼中 可能所着重的只是 下次的选举是不是能够因此获利 比如说台南 突然台南县市合并升格 他所看到的可能是 这样子对台南的选票也没有帮助 他可能看到只是短期的利益 但是政治学者所思考的却是 五都改制之后 对台湾整个的城乡发展 所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 资源的分配的问题等等 所以他们所可能所思考的层面 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就如同我们下面一个所说的 政治人物往往所想的 只是下一次的选举 那么当然政治学者 这也蛮有趣的 这也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 我们必须承认 政治学者往往想的是 Next Publication 下一次的出版 尤其在台湾现在更是如此 在台湾的这个 效果还好啦 我已经豁免了 已经教授做了很久了 我已经 就是说已经叫做免评估 好我们台大的话算是Taniel 就是已经不必五年一次 再来评估你的研究表现 但是大部分的老师 尤其是助理教授 副教授为了拼升等 对不对 每年要多少的论文出版 好一遍也都是我们所说的 要挨洪遍野都是挨字头的 什么TSSCII SSCI SCII等等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什么叫TSCI 就是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台湾的社会科学的引用指数 等等这些东西 简称SCI就是什么 Social Science 反正都是要拼这些东西 要拼升等 这蛮可悲的 以后各位要读研究所 请慎重考量一下 那么 而这个政治人物呢 他们往往Respond to group 往往政治人物所回应的 都是一些特殊的利益团体 他们很多的一些 所作所为 立法院的发言 往往是满足某些 特殊利益团体的需求 因为那是有选票 有资源的 而政治学者所想的 往往就是good of the whole 是全体民众的利益 当然也没那么伟大啦 但是政治学者往往 比较会做比较宏观 整体性的考量 他不会为特殊的利益团体而服务 但是很多政治人物 他是会为特殊的利益团体而服务的 那么 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 政治人物呢 他往往寻求的是知名度 Nain recognition 就是民众可被在路上辨认出他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呢 像我时常搭高铁 如果我看到一些立法委 我都装得不理他 他们可能会蛮难过的 他们最需要就是 每个人看到他非常热烈 跟他握手 表示大家都认识他 对不对 那么就像很多明星坐在那边吃饭 你先跟他去要签名 他虽然表面上可能不太高兴 可是心理上是暗爽 那么觉得 终于有人认识我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大明星坐在那边吃饭 四周的没有完全没有人理他 他心里可能会蛮难过的 好这个政治人物所寻求呢 是一种所谓的这个 这个名字的认可 但是呢 政治学者所追求的是一种 所谓学术的 学术的专业的一些这个声望 所以其实二者之间 政治学的研究者 跟政治人物之间呢 我们从这许多方面来看的话 是有非常多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那么最后呢 他也用了蛮讽刺的话 那么其实政治 跟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 就是如同之前的 所谓的细菌 跟戏剧学家的关系而 这个相对而言 当然这也是蛮有趣的一些 这个对比 当然另外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字 politician 这个当然就政治人物 但是往往呢 在一般的使用上 这个字都会带有 比较负面的意涵 就是所谓的比较说 这样子政客 政治家 我们往往是用的是 另外一个字 一个政治人物 有人把它叫做政客 有人把它称为政治家 当然我们希望各位 如果未来你们从政的话 都是以 成为政治家为目标 而不是以 做一个政客为满足 对不对 那么 我记得过去的立法院院长 在王金平之前 有一位立法院院长 叫做刘松凡 刘松凡呢 很有趣 每一次主持院会的时候 看到底下打成一团 他就说 我们都是台湾伟大的政治家们 请大家做好嘛 不要再打了 那么我每次听到 这些立法委员都是政治家吗 当然政治家跟 政客之间有什么区别 有时候蛮困难的 那么告诉各位 两个比较有名的 一些区分 当然有点戏虐了 这个各位听一下 当然 有一种说法 就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 他们往往区分 政客跟政治家的区别就是 政客本身 他所关注的是 Next Election 好 这是下一次的选举 政客的所作所为 所想的 完全只是为了下一次 你是不是能够继续当选 或你的政党 可不可以继续执政 所以呢 政客所关心的是 下一次的选举 但是呢 政治家他所宽介的 不是Next Election 是Next Generation 是下一个世代 后代子孙的幸福 对不对 你现在的一些 公共政策 比如说劳保 健保 国民年金 不是说只是为了你 下一次选举能够获胜 而是说 你会不会再留子孙的问题 所以如果一个关心的是 下一次的选举 那么我们把它称为叫政客 你所关心的是 下一代的福祉 那么我们把它称为叫政治家 好 这是一种区分 所谓的政治家 跟政治容物的一种区分 这是常常听到的一种区分 当然另外一种区分在美国也满流行的 他们说什么叫做 政治家 政治家呢就是死去的政客 也就是说活的时候 大家都是政客 只有死掉的人才会被称为政治家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家 跟政治容物的一个区分 但是我们我所说的政治学的研究 当然我们不是以培养政治容物 无论是政治家或政客为目标的 我们只是来训练各位 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思考 那么一些比较这个 用比较复杂的分析的方式来理解 这个我们人类的群体生活里面 非常复杂的关于政治的种种的问题 好 这是我想我们对于第一章的一个简单的讨论 我们大概就讨论到此 接下来呢请各位同学翻到第21页 我们第一章呢所介绍的是政治与政治学 第二章呢我们进入到一些比较理论层次的一些探讨 那么第二章的标题就叫做theory 就叫做理论 政治学的一些重要的理论 当然我们都了解 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 许多学生 事实上他是很怕接触理论 一听到理论 很多人就蛮害怕的 非常枯燥的 非常的抽象的 令人很难理解的 甚至要读英文课本的话 英文单字都蛮奇怪的长的 那么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是 各位进入到大学来 你们来大学跟一般的 你在每天在家里面 看一些杂志书报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其实来到大学 那么进入到各个不同的专业的科系 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你在学习理论 对政治这样的事物也是一样 你不必读政治系 如果你想要了解 台湾的实际政治 了解世界大事 你不用来政治系啊 政治系也不会每天告诉你 台湾的什么 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政治事件 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大事 对不对 你在家里面每天看四分报纸 每天看那些call in节目 你可能对于台湾的政治 比我们教授都还了解啊 但是 你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台湾的政治 你跟每天看四分报纸的人 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就是因为你到了大学 你学习到了理论 你会用许多不同的角度 来解释一些事情 它发生的原因 它所背后的一些价值 或者背后的一些假设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总统大选 你发现 为什么共和党的一些 所提出来的政策 跟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所提出来的政策 比如说在经济政策上 在社会福利上有这么大的差异 如果你了解他们背后 所抱持着不同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从18世纪末到现在 基本上没有太大改变 你就会了解 他们对于许许多多政府作为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差异 当你看到了台湾的选制改革 改变之后 你可以从某些理论来解释 它对于台湾的政党生态的一些影响 因为你有了理论基础 你才能够提出更 比一般每天看报纸的人 更深入的客观的来解释 甚至甚至预测某些事情 这是理论的好处 理论本身当然在社会科学而言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例外 但是基本上我们会把一些非常抽象的事物 用非常简单的一些因果关系 把它描述出来 而这个理论本身 对于描述很多复杂的现象 它能够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能够做非常这个 大幅度的一些解释的一个功能的话 那么基本上这就是一个理论 能够带给我们的好处 所以无论如何的话 你可以发现 我们来到大学 其实对于理论的一些训练跟学习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接下来像我们下面第三章 更要探讨一些更重要的基础 就是关于意识形态 各种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啊 共产主义啊 保守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 它都可以建构出我们如何的来描绘 我们这个社会 或者说如何建构 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些蓝图 所以它当然对我而言的话 是指导了我们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向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部分 所以尽管或许有些人会感觉到理论啊 或意识形态的讨论 它是非常的枯燥的 无聊的 单调的 但是呢 其实它是非常有趣的 如果你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 每个理论它背后的一些假设 以及它所试图做的一些解释 或预测的一些范围的话 其实很多理论都有蛮有趣的一些 值得来探索的部分 好 那么我想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直接的进入到 各种理论的一些介绍 请同学翻到23页 那21到22 它这些开场白 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就不再加以介绍了 我们直接进入到23页的探讨 在这一章的话 它基本上在第二章里面 它把理论呢 分为两大部分来讨论 一个呢就是23页开始的 所谓classic theory 所谓的古典的理论 所谓古典的理论 那么从最早的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到后来的一些 这个像契约论 这个共产主义的一些理论 等等 乃至于传统的一些制度的理论 等等 这是所谓的古典的理论 而这一章的后半段呢 就是比较介绍一些当代的理论 像是什么这个行为主义学派 像是理性选择理论 或者说系统论 等等 新制度主义等等 甚至像赛局理论这些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章里面 会介绍许许多多不同的理论 当然这一章 我们也不可能像前面 第一章一样 只花两个礼拜的介绍 可能会花多一点的时间 当然这个部分呢 在第二章里面 我也会做非常多的一些补充 也请同学特别的留意 好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二十三页 那么我们先来探讨的是 所谓classic theory 所谓的古典的一些重要的 政治学的理论 当然谈到这些古典的 政治学的理论 就是必须要从古希腊时期 开始讨论起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呢 曾经略为提到 许多的学者认为 政治学的之父 或是政治学的奠基者是 亚里斯多德 但是呢也有部分的学者 会把政治学的这个 所谓奠基者 推向他的师父 也就是课本 看到二十三页这边所说的 也有部分的学者 会认为柏拉图 才是政治学的 一个所谓的这个奠基者 他创立了政治学 因为呢柏拉图呢 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republic 好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 理想国 理想国 那么多半都是把它翻成理想国 那么柏拉图呢 在理想国的这本书里面 描绘了许多一些规范性的 一些所谓的对于一些理想的 政治体制的一些描绘 他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体制 应该是具备有哪些哪些哪些的一些 一些这个目标 这个达成 那么柏拉图他当然 他出生的年代比这个 亚里斯多德更早一些 我写在黑板上 好 上面那个公元前428 到348年呢是这个柏拉图的这个 他的这个出生跟死亡的年代 那下面一个我们上礼拜已经说过的是 这个亚里斯多德是西元前384 到西元前322 这是亚里斯多德的这个年代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呢 好 也有部分的学者认为柏拉图 他创立了政治学 那么因为呢主要是在大家理想国里面呢 他描绘出了非常多的一些关于理想的 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体制 当然这都比较属于规范性的 也多半他根据他的想象 哪些是合理的 然后推论而成的一种体制 一个理想的政治体制 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做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描述 所以是比较偏重于一些 我们所说的规范性的 他非常强调的关于形上 形上学的一些讨论 人类的具备的一些美德等等 这些方面的一些探讨 所以当然有些人认为呢 这样子的讨论呢 其实跟我们现代的 当代的政治学意义上不太一样 所以呢很多人会认为说 其实他的徒弟 他的这个徒弟呢 亚里斯多德 我们以前曾经说过 他是第一个从事的 不仅只是规范性的描述 规范性的探讨 还牵涉到一些 比较经验性的讨论 对不对 他曾经派了他的一些弟子 到了一百多个 希腊的城邦国家 去搜集各国实际的 政治体制的运作 然后将他分类 这个就比较接近我们今天 所谓的政治学的一些 做比较分析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这个方法 所以说亚里斯多德呢 他是第一个从事 经验性的政治学研究 第一个从事所谓的 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 这个始组 那么他的主要的著作 我们以前曾经介绍过 就是Politics 各位看一下 23亿来大概第八行左右 Politics 政治学这本书 那么政治学这本书里面呢 他很具体的 对于许多的一些 他所看到的实际的一些 政治现象进行分类 并且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提出了一些解释 他提出了解释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呢 柏拉图他可能比较偏重于 一些规范性的讨论 但是呢亚里斯多德事实上 他除了规范性的讨论之外 他又并入了 又加入了经验性的研究 甚至呢提出许许多多改革之道 我们所说的 他所强调的 不只是normative 还从事了empirical 并且还从事了许多的一些 所谓的prescriptive 非常就是未来如何的 改进的一些想法 所以他算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当代的政治学的一个 被大家多数人所认为的 所谓的开山祖师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回到二十三页这边所说的 他们师徒二人 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呢 两个人都认为 亚点 当时他们所看到的亚点 那么正在逐渐的 视为当中 所以呢他们也都试着 来找出 为什么会如此的一些因素 以及如何避免 亚点继续视为的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事实上呢 他们两个人 我们看一下第一段 最后几行所说的 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 不管你认为谁是什么 政治学之父 其实那都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呢 他开启了 一直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政治学的一个 非常核心的传统 我们政治学 几千年来 这两千多年来都做些什么 政治学一个非常核心的传统 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来寻找一些 比较良好的 比较稳定的一些 政治体系的一个来源 那么这是政治学的一项 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传统 我们都在一个 search for 这个 for the source of the good stable political system 对不对 很多政治学者 一直不断地在 试图来提供 这样子的一种 比较良好的 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 你看到我们现在台湾 也是一样在辩论 对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进行 需要进行第八次的宪政改革了 我们的宪政体制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缺憾 我们是不是能够 进一步的来修改 我们目前的宪政体制 其实这是很多政治学者 一个核心的一个使命 一直不断地希望建构 一个更好的政治体制 无论是在宪政体制上 无论是在选举制度上 无论在其他的 比如说利益团体 跟政府之间的规范上 很多很多的制度面的建立 往往是政治学者 非常关心的一个面向 而这个传统事实上 从2300年前的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时代 开始就一直存在 那么亚里斯多德 当然在这方面 尤其有更多的一些贡献 比如说亚里斯多德 他就进一步地提出来 在他的这个政治学里面 进一步地提出来说 他所希望看到的是 怎么样的政治体制 他认为是比较好 好各位看一下下面这个 这一段文字 写体制的文字所描述的 这是亚里斯多德的 他的这个政治学这本书里面 所描述的 那么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亚里斯多德在2300年前 他就认为 他认为呢 the best political community 他认为一个最好的 一个政治的一个社群 无论你把它叫为国家政府等等 那他认为一个最好的政治社群 是怎么样 是怎么样形成的 是透过怎么样形成 is formed by the citizen of the middle class 请注意这是2300年前的话 不是最近的政治学者所说的 亚里斯多德呢 他在2300年前 他就认为 一个最好的政治社群 是由中产阶级的人民 所形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那么为什么 因为呢 他认为 其实亚里斯多德在那个时候 他就认为 中产一个国家 或一个社会 中产阶级如果够强大 中产阶级的所占的比例 在公民整体的比例里面 占的比例越高 那么这个国家 他才可能有比较良好的治理 如果中产阶级的人 人不够多 而造成我们实际上现在透过一句话说 实际上社会成为两极分配 少数的人非常非常有钱 大多数的人一无所有 而不存在 或者说非常少的中产阶级存在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社会 其实2300年前 亚里斯多德就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社会呢 容易导致一些极端的政治运作 容易导致寡头或者是暴民政治的出现 对不起 寡头或者是所谓的暴君政治的出现 所以呢 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稳定的 一个运作良好的政治体制 它需要靠的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 如果这个社会中产阶级越来越少 当然现在台湾很多人也担心 对不对 过去的中产阶级 已经快要渐渐变成无产阶级了 对不对 以前你养来活自己了 现在也渐渐养不活自己 如果当这个社会越来越无产阶级化 而有钱的人还是存在啊 还是少数的人非常非常有钱啊 最近又开始周年庆了 你去那百合公司看看 你丝毫不会觉得台湾有什么经济不景气 那些刷卡的高手一刷一两百万的 还是有人啊 但那不是大多数人的现象 所以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的话 当然亚里斯多德他2300年前就告诉我们 这个国家会有问题 这个国家会有问题 当然你可以发现 这样子的理论 他那时候就看得出来的 到了今天仍然是可能存在的 也就是当然这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以后我们会讨论到经济跟政治的问题 好就是中南阶级的存在 跟一个政治稳定之间的关联性 当然这是可以做经验研究的 好这样子的假设 好所说的亚里斯多德他认为 中南阶级越庞大 这个国家越稳定 当然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 可能越能够正常的运作 所以反过来我们来看的话 那么如果说一个国家 他的穷人很多 或者是他缺乏中南阶级的话 这些国家是不是可能 他的民主政治运作会有危险 当然这也是政治经济 常面对的一个假设跟挑战 民主政治是不是一定要建筑在 某一个程度的经济发展之上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到到某个程度 当它培养出越来越多的 中产阶级的时候 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 才可能运作 所以经济发展 它是不是可能成为 民主政治的一个前提 当然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面 以后我们还会做很多的讨论 好比如说伊拉克 课本也提到了 伊拉克这个国家 会说俄罗斯 这个苏联一旦瓦解了俄罗斯 迅速的接受了民主 拥抱了民主 可是俄罗斯的国家 到今天为止 它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 伊拉克的海参政权被推翻了 美国强职于 这个国家一个民主体制 可是伊拉克充满了族群的对立 它的这个宗教之间的 这个派系的对立 族群之间的纷争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 他们又没有一个 中产阶级的支持 而伊拉克这样的民主 在美国的强力的主导之下 它有没有可能正常的运作 当然很多人也甚至 我们以后会谈论到 观察出 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GDP GDP 国民这个国内生产毛额 达到某一个指标之后 这个国家的民主才可能来 才能够来到 等等 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理论 都是值得我们政治学者 政治学的研究者来 这个关心的 但是我们说过呢 事实上在2000多年写的时候 亚里斯多德事实上 就已经试图提出 这样子的一个假设 那也太试图提出 就是说一个解决 或者说描述 政治体制稳定的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 那么很重要的一个 对政治学的一些影响 当然我们说过呢 他对于整个民主的 兴衰的看法 一直到今天为止 那么还是能够得到 相当学者的一些支持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 亚里斯多德 各位看一下第三段 这边所说的 他是一个 both descriptive and normative 一个学者 他是同时呢 他是着重于所谓的分析性的 描述性的跟所谓规范性的研究的一个 这个学者 他使用了一些事实 来支持他的一些这个看法 他那么做一些经验性的研究呢 这样子的一种传统 一直到今天为止 仍然对于政治学者 也很重要一些贡献 那么当然他也提出了 我们所说的一些prescriptive 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 要如何 最好这个培养 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这个国家才能够稳定 提出一些所谓的 改善的一些要方 当然从古希腊时期之后 其实呢 整个的欧洲的发展 就不是那么像古希腊时期 这样子的一个文明 进入到很多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事情 那么黑暗的时代等等 然后一直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 好各位看来 接下来看 那么在大多数的中古时期 以及所谓的文艺复兴的时期 而在当时因为整个宗教 弥漫了整个欧洲 主导了整个欧洲的 各个层面的发展 而当时政治学的发展 也不是意外 所以呢从整个中古时代 一直到文艺复兴的初期 那么事实上政治学者 他们往往都是抱持的一种 所谓宗教式的 一种研究途径 透过宗教的观点 来看许多一些政治事物 当然他们的一些研究 他们也是寻求各种政治制度的建立 主要怎么样 是要荣耀上帝的 所有的都是要符合上帝的期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做的政治制度 建立各种一种制度等等 都是为了要怎么样 来能够让这个上帝 得到满意的 这个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宗教凌驾一切的时代 当时的所谓的现代的政治学的发展 当然就是相对的 是比较受到限制的 那么在当时的话 宗教 教堂 或者是一些影响 是超越一切的 而真正把政治学 再带回到 我们所说的现代的政治学的 这个道路上的呢 当然就是下一位 重要的这个学者 各位看23页的最后一段 就是马基为理 这个我们在上一章也介绍过 当然它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本书 就是1517年所出版的《君王论》 《君王论》 1517年 16世纪初年的一本书 那么为什么马基为理对于 现在的政治学是具有如此重大的一些这个影响 那么它的出称年运语我再写一下好了 那么主要呢 它在16世纪初年 马基为理呢 它引进了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好 这在第一章我们曾经介绍过 就是呢 它的研究的焦点 放在power 放在权力的讨论上 好 马基为理开始 重新的注意到 政治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 power 那么所谓的权力的一些讨论 那么所以说 它的这个重要著作《君王论》 好 课本这边所提到的 was about the getting and the use of political power 那么它是探讨的是 如何的能够获得跟使用权力 它的《君王论》的讨论 不是建筑在宗教的基础之上 它所讨论的政治是跟宗教无关的 它是跳脱了百年来的政治学的传统 一切都是为了宗教 为了上帝 它所探讨跟宗教完全无关 它重新的回到了政治学所 所应该面对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这个议题 这个nothing to do with religion 所以说它很多学者甚至认为 它本身是当代的 现代的 一个所谓第一个所谓的哲学家 它已经不是神学家了 过去传统的很多基本上都是神学家 一切都是为了神的一些服务 但是马基维里是重新的回到人世间 它所探讨的是政治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关于所谓的这个权力的一些讨论 甚至有一些学者认为 整个西方有三本最重要的著作 对西方人影响最大 好 第一个叫做The Bible 这大家都可能会承认 就是圣经 第二本就是The Prince 君王论 然后第三本 就是我们可能今天 或者是下一礼拜会讨论的 叫Capitalist 叫做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 他们认为这是对西方的现代文明 这三本书是很重大影响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 马基维里他这本薄薄的书 各位如果有空可以看一看 非常无论英文或中文都有 非常薄的一本小书 可是这本书竟然能够跟 马克思的资本论 甚至跟圣经相提并论 作为西方影响当代 最重要的三本著作之一 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地位 但很有趣的是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君王论 他说带领了整个人类的政治学研究 脱离了神学 而进入到现代政治学的研究 探讨的是 政治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要素 就是关于权力的讨论 但是也为很多人所批评 他们认为说你这个研究的焦点 是至于这个所谓的权力的探讨 实在是太那个 负面 大家一谈到权力 总是觉得会有负面的观感 就是谈到一些你争我夺 争权夺利的一些事情 教导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对不对 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然后呢要这个 要这个 这个勇猛如狮 要狡诈如狐 各位没听过这个话 勇猛要像一个狮子一样 要让所有人都怕你 然后呢 要非常的这个狡诈 像个狐狸一样 那么 所以呢 他是告诉你 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君主 你为了你的目标 你宁可牺牲你的朋友 宁可牺牲你的信仰 也要追求你的目标 所以他的君王论 谈论很多这些东西 当然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会让很多人所不能够接受 对不对 他说 你这样讨论政治的话 那就是完全就是太现实了 然后呢 太没有理想性了 等等 但是这可能是一些误解 当然如同课本这边所说的 其实呢 马进为理 从今天的角度而言 你不妨把它视为一个 他叫realist 各位看一下 二十三页的倒数第三行 他是一个所谓的 现实主义者 他面对了政治的一个本质 现实 然后呢 教导你 至少你不要被人家骗了 你不要被人家这个所欺瞒 你如何的面对政治的一个本质 然后追求你的一些目标 当然的目标本身还是希望是能够为 为这个大众所服务的 但是呢 无论如何 他这样子的一种探讨的方式 各位翻到二十四页 其实呢 传统以来 在美国 在美国的政治学界 并不是非常的受到赞赏 反而很多人是非常贬义 贬义马进为理的一些这个思想 那么 直到呢 后来比如说二十四大战之后 二十四大战之后的话 美国的 比如说早期美国的外交 一直是强调 所谓的这个 理想主义 意思是各位可能还以前读过 在比如说1918年的时候 当时的威尔逊啊 对不对 高诸的什么14点和平宣言啊 如何建立一个好的国际体制 来防止战争的再现啊 国与国之间要进行自由贸易啊 等等等等 要降低关税啊 要裁减军备 其实美国的 过去的一些政治学 主要是都是比较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可是二十四大战之后 美苏的对抗 进入冷战时期 美国尤其在国际关系上 往往开始走入了所谓的现实主义 好像最有名的像课本这边所提到的 Hans Morgansson 各位看下二十四页的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 Hans Morgansson是二十四大战之后的 建构美国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的 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 他是德一的德一的美国人 那么Hans Morgansson呢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对于政治的观察 他认为什么叫政治 他说all politics is a struggle for power Hans Morgansson认为呢 所有的政治就是struggle for power 很简单这四个字 中文也是四个字叫做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 所以说从Hans Morgansson这些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学者下来之后 美国开始正视到power 尤其在国际政治间 每个国家所追求的就是national power national interest 以及national security得到最大的满足 我们所谓的national power就是国力 national interest就是国家利益 以及所谓的national security 国家的安全 这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最重要的药物 所以从Hans Morgansson 像我们上礼拜所介绍的Henry Kissinger 这些人下来的话 美国现在所谓的现实主义 尤其在整个国际政治的领域上 也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传统以来的话 美国其实对于 这个像是这个马基维里这些人的话 并不是那么具有非常高度的评价 但是马基维里这样子的一种研究的 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在欧洲 二十四页这边也提到了 在欧洲仍然升职人心 一直到二十四季初年 比如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精英主义 精英理论 精英主义学派 像这边所提到的一些这个学者 Moscow Parrito Mitchell这些人 都是欧洲的一些学者 那么精英理论的话 比较强调就是少数精英的智力 权力的掌握 是一个国家智力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 那么而这样子的一种影响的话 其实在欧洲马基维里以下的强调 政治为核心的一种研究趋势 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一些影响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下节课呢继续进入 所谓契约论的探讨 介绍契约论的时候呢 我们会来跟各位介绍 这张非常著名的这张图 那我先把各位做个介绍 那么等一下介绍契约论 当然第一个要讨论的是霍布斯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 他算是契约论的一个开山祖师 那霍布斯呢 他曾经写了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书 那么这本书呢 是在17世纪的时候出版的 当然他在这个书里面提出了 对于当代政治局非常重要的一些研究的 一些启迪的一些假设 这本书的书名 各位可能也听过叫做巨龄 我们中文分成巨龄或者是利维坦 那这就是这本书的封面 17世纪的书的封面 因为这个图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在西方世界里面 所以我特别把它找出来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当时这个霍布斯呢 出版的这本利维坦 这本书的这个封面 这个封面呢 都是非常雕刻非常精细的这个绑画 那么书名就在这边嘛 利维坦 然后呢他所描绘的 为什么叫巨龄 我们中文用翻成直译成利维坦 事实上利维坦这个字本身 他所指的是一种海中巨大的妖怪 巨大的海怪 然后他所描述你看看 这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国王 这个人呢 这是一个从海中逐渐要走向 这个城市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这个一个人 这个霍布斯把他形成 他就是一个所谓巨龄 这个国王看 头上戴着皇冠嘛 然后呢右手持着剑 左手握着权柄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权力的一个人 然后呢 当然这个图看得不是很清楚 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他这个绑画上 这个人身上 那所有的身体都是由人所构成的 就一小个人一小个人 就代表人民 由人民构成他的这个身体 那么从海中逐渐的走向这个国家 这个城市 这是这一本这个书的这个封面 而他所描绘的这个国王 这个利维坦的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 他认为为什么政府国家存在的 一个主要的理由 那么那这本 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封面的话 在西方的政治学里面 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特别把这个原始的 霍布斯的出版的这本书的封面呢 印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就把它收起来了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仔细研究的话 也可以找一些更清楚的图来看一下 我想这个在Google上 非常容易搜寻 好 请同学翻到24页 我们现在继续上课 我们在上节课呢 谈到了从马基维里 开始呢 把政治学的核心的研究 又置于权力的研究上 这个传统事实上在美国并不是特别的被 被这个赞扬 一直到二次大战之后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政治强调现实主义 才会逐渐的重视到权力的意义 但是相对的在欧洲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从马基维里以来的传统 当然对于后世的 比如说20世纪初年以来的一些精英主义的学者 其实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好 这边课本上提到了几位 精英主义学者的重要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那么也就是各位看到24页的第三行那边所说的 像是莫斯卡 这个Parrito跟这个Mitchell等人 那么他们都是欧洲人 当然我这边特别稍微说明一下 精英主义 作为所谓的这个跟民主 传古典民主主义的一种辩论的一个主要的一派 我们以后也还会再重复提到他 比如说呢 好 这一位德国的学者 Robert Mitchell 他就曾经说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话 叫做Iron Law of Oligate 叫做所谓的寡头铁律 什么叫寡头铁律呢 这个Mitchell呢 他当时在20世纪初年的时候 他主要是研究欧洲 德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党 这个政党叫做 这个社会民主党 社民党的运作 那么社民党本身是一个非常强调民主的 强调民主 追求公平的一个政党 那么它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 以后我们也会介绍这个政党 所以呢 他一个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号称代表公平 代表民主的一个这样子的政党 它的组织内部的运作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Mitchell就非常深入地研究了 这个德国的当时的一个 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组织运作 他最后所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 提出了所谓的寡头铁律 他是认为呢 who says organization says oligarchy 只要一旦谈到了组织 人的 人类的组织 他必然就是寡头 任何的组织 必然有寡头的倾向 也就是说 你不管像社民党那种 号称多么的民主自由 什么公平开放的政党 到了最后仍然是 少数的精英在真正的掌握权力 他认为这是没有办法避免 任何的组织 who says organization says oligarchy 当然这样的说法 后来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些讨论 如果精英的存在 是任何的组织形式 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实 任何的 小制一个社团 大到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到最后真正在统治的 终究只是少数的精英 我们称为叫ruling elites 权力终究只是掌握在 少数的精英手上 那民主政治还有可能实现吗 我们实际上说民主这是什么 就是majority rule嘛 就是多数人治理嘛 那多数人治理 也会如果到最后 那么米奇尔告诉我们 不管是民主国家也罢 不管是独裁国家也罢 不管是小团体也罢 不管是大团体也罢 任何的组织 到最后终究只是少数人掌握权力 真正在治理的是少数人 那民主政治还可能达到吗 当然这样子的一种 所谓的后来被称为叫精英理论的提出 对于所谓的古典的民主理论 当然造成了非常重大的一些冲击 所以还有后来 这我们就不用讲了 各位可能都背得比我还熟对不对 在高中的公民语课本 那么后来的像是这个Robert Dowell 他们提出来了什么什么多元民主理论等等等等 审议式民主等等各式各样方式来 就是说像道尔他会强调 那么终究我们承认 就算是民主国家仍然不可能来这个没有精英 精英的存在是一项事实 但他认为精英的存在跟民主政治是可以并行的 只要这个精英是负责任的精英 他是accountable at least 他们必须要对多数人负责 然后精英的这个流动 是有一个公开的流动的一个recruitment 就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精英 而不是封闭的 然后呢并且彼此之间精英是一种竞逐 是一种多元竞逐的方式 所以他认为说只要是负责的精英 他必须定期的透过选举对大众负责 人民可以来决定谁是精英 然后精英的争补过程是流动的 然后精英本身也是一种多元竞争的形态 他认为这些条件存在的话 即使精英的存在 仍然可以让民主政治可以持续运作 好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像是道尔 他们所提出来的多元民主论的一些观点等等 但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像这样子的研究传统我们所说的 对于权力 对少数人的掌握权力这样子的研究的话 到后来构成了对于欧洲本身 还是有非常深度的一些影响 好我想这个部分呢 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讨论 我们暂时就说到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 就是刚才先放给各位看那张图 所介绍的政治学古典政治学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理论 各位看一下24页这边所说的 就是所谓的契约论 他对于当代的契约论本身呢 对于当代的现在而言 也是很重要的影响 对于我们的所谓的古典的自由主义 对于宪政主义 对于这个等等都有非常非常重要 乃至于现在的民主政治 都有非常非常深入的 深刻的一些影响 那么 从这个马基维里之后 其实根据 跟马基维里时代呢 并不是非常的久远 在这个欧洲出现了 三位非常重要的学者 按照时间顺序的话 就是英国的霍布斯 英国的洛克 以及法国的卢梭 他们来分析政治体系 他们分析政治体系呢 来解释 试图当然提出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解释 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命题嘛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 为什么国家或者政府 它应该要存在 对不对 大家生活的无忧无虑 为什么政府要管我 他为什么可以从我身上拿那么多钱去纳税 然后他为什么要逼迫我 非去当兵不可 甚至呢 可以把我这个 这个囚禁我的身体 甚至呢 剥夺人的生命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治 这是政治学 必须面对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问题 那么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过呢 从这个洛克 从霍布斯呢 到洛克 到这个卢梭 他们来分析 为什么这样子一个政治体系 或者是国家必须存在 那尽管他们的观点不见得完全一致 但是呢 我们都会把它称为 他们是所谓的social contract 好 所谓的社会契约的 这样子的一个理论的 主要的一些学者 首先我们第一个呢 来介绍的是霍布斯 各位看到25页的第四行 当然任何理论的提出 可能都会有他的一些时代背景 每一个学者也都会 就他所身处的环境的一些观察 来提出他们对于政治的一些想法 霍布斯也不例外 那么我稍微说明一下 霍布斯所处的一个背景 霍布斯呢 他大致上呢 是17世纪的人 他出生年月月是这样子 霍布斯呢 大概是1588年到1679年 大概是17世纪的 一位英国的学者 那么而当时的英国的17世纪呢 正式处于 各位看一下这个第二段 这边所写的叫English Civil War 这什么意思呢 英国的内战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段时期 英国的内战时期 大概打了一二十年的内战 在17世纪的中叶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 英国的内战本身是爆发于1642年 谁跟谁打内战 在英国 不是什么苏格兰跟什么英格兰之间 不是这样子的 英国的内战当时主要是什么 议会跟国王在打 议会跟国王之间在作战 你就知道我们立法院现在多委屈了 英国当然当时17世纪的时候 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形成 然后国王本身也开始 大量的征税的一些问题等等 然后议会里面许多的代表 尤其是一些民选的民意代表 人民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本身 当时称为叫辉格派 辉格派跟比较保守的脱力派之间 其实在英国的议会里面也逐渐形成了派系 而这些派系后来逐渐发展 就是后来被称为自由党跟保守党 这是英国的政党政治最早的一个起源 大概也是那个时候 所以说脱力派基本上就是保皇派 保皇派维护王权的一派 那辉格派是这个要争取民权的 代表人民的 在英国本身内部呢 议会内部就有很激烈的党派的斗争 当然我们也说这是英国以后 我们介绍这个叫做内造政党的起源 两个政党都是起源于国会的内部 从原来的派系逐渐发展成政党 有组织性的政党 那整体的英国的议会呢 也是在跟国王争权 比如国王要征税 国王要用人 可是国会不准 很多的是征税啊等等 要需要国会的同意 然后双方的这种斗争 或者是这种冲突越来越激烈 终于呢从1642年开始呢 就当时的这个国王叫做这个查理一世 查理一世呢 就跟这个议会宣战 双方就各拥有军队打起来 那当然后来的120年 打了非常非常多的战争 比如说议会派 在当时有一位人 可能各位听过叫克伦威尔 在克伦威尔领导之下呢 击败了这个国王 国王查理一世被抓了 后来被公开的斩首 斩首示众 就当时死了非常非常多的 克伦威尔后来 很长一段时间担任什么 护国 护国公嘛什么之类对不对 实施的就是没有国王存在 克伦威尔实际上就是在掌握英国的大权 那克伦威尔死了之后呢 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又复辟了 那么又把克伦威尔从棺材里面 拖出来变尸 所以当时就是双方打来打去 死了非常多的人 然后人民的辛苦 痛苦不甘 这段时期叫做英国的这个 内战时期 在17世纪的中叶 翻来到了17世纪末叶 才开始有了光荣革命啊 等等等等 英国整个 才开始走向君主立宪 对国王的权力被大幅的缩减 所以对于整个的英国的 目前所谓的君主立宪的政体 对整个欧洲 其实影响得非常非常深远 但是当时的内战时期 这一二十年来 我们说过议会跟国王之间 打来打去 然后呢 我把你的国王杀掉 你把我的领袖杀掉等等 反正就是死得非常多的人 然后当时的民众 普遍也苦不堪言 国家一直在内战时期 民众的生活都没有保障 连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都不能够确保 你打仗要用钱嘛 所以就开始向人民征税 弄这些东西 所以当时的民众是非常的痛苦 然后而当时的这一位 霍布斯就看了当时的整个状况 17世纪 就是他生长的时间嘛 他看当时的整个的 英国处于内战时期 许多的个人 每天呢 民众呢 每天的这个担心 害怕 然后呢 也是非常的不安全 时常可能 你的生命财产就会受到剥夺 因此呢 霍布斯就思考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那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事情 所以霍布斯当时 他想象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各位看一下第二段非常重要 第二段的第四行第五行 这边所说的 他想象 就有个概念叫做 The state of nature 这什么意思 叫自然状态 当然这是一种假设 他以这种假设来解释 来推演出后来他的一些理论 他认为在人的文明 人类文明 公民社会产生之前 整个人类呢 是生活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之下 什么样的自然状态 没有任何的政府 没有任何的法律 人跟人之间完全平等 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 你想要什么就什么嘛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法律的规范 那个叫自然状态 当然这种自然状态呢 你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 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对不对 你先看那个树上长的东西 就把它摘下来 然后呢 你想要弄一块家 你就把它圈一块地就是你的 好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嘛 没有任何的什么财产权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法院 可以来判决等等 对不对 你看到别人的穀物很不错 你只要有利器把它打倒 你就把它的穀物拿过来给你吃嘛 反正没有任何法律嘛 所以不能判你什么刑 大家所处的 说难题叫丛林法则 就是比利器嘛 比谁比较残暴 谁力气比较大等等 谁比较狠 所以这种自然状态呢 固然每一个人都可以 无忧无虑地去追求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是反过来不是那么无忧无虑 因为你每天睡在床上都担心 你可能睡着之后就被人家杀了 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 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 他的生命财产都是很难能够得到确保的 所以霍布斯呢 他认为这种自然状态 会让每一个人其实会到最后都会蛮可怕的 你什么都不能保证自己 然后呢大家都生活在一种非常贪婪 然后非常的这个贫困 然后呢非常的这个觉得整个社会 我们所说充满那种丛林法则运作的 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这个社会之下 一种非常肮脏的污秽的欺骗的 对不对 这个贫困的一种生活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痛苦 而在这种自然状态之下 当然等一下我们会介绍洛克跟卢梭 他们对自然状态之下 人的生活的假设跟霍布斯就有不一样 他们同样的承认有个自然状态 可是自然状态之下 人的生活是不太一样的 这我们等一下会说明 霍布斯认为就是自然状态之下 就是很差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的古代的荀子所说的 叫人性本恶 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 为了自己然后大家去追求 然后完全不管别人的 然后呢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会蛮恐怖的 在一个非常恐怖的一种自然 这种丛林法则生活之下 所以说霍布斯认为呢 这样的生活 这种所谓的自然 natural这个 self-natural这个所谓自然状态呢 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状况 好 各位看一下 这个第二段的大概第七行 第六行这边所说的 这个war of each against all 好 这是什么呢 会形成了一个 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 你走去外面看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 所有的人也视你为敌人 对不对 这种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 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极度的恐惧之下 所以说这种自然状态 如果形成了一个 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战争 然后呢 这时候他认为 人就会逐渐的怎么样 形成了为了自己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不可能忍受永远生活在这种情况之下嘛 每天躺在床上都可能担心 起床之后头就不可能 如果头都不见你就不会起床 那么就是担心就是你会受到伤害 对不对 你的财产随时会被夺取 所以呢他认为 如果说大家都生活在这种 所有人对抗所有人战争的这种 非常恐怖的情境之下 人他会基于个人的理性 个人的利益 这种self-interest 他会rational 他会非常理性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呢 他们会怎么样 彼此之间会开始签订契约 签订契约 宁愿每一个人牺牲你百分之百的自由 你会让渡一部分权力 自由出来 来形成一个 比如说给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 甚至我们所 或不是当时的一个环境的话 就是给予这个国王 让这个国王 当然所谓国王就代表当时的主权嘛 对不对 君主的主权 国王掌握权力 然后这个国王 他来制定大家能够遵守的一些法律 然后让大家都能够遵守 至少让你每天回到家里面 你睡在床上你是安心的 你的财产不必担心 会被别人随便就拿去了 然后申诉无门 所以说他认为每一个人 如果有足够的理性 他们应该能够理性的在一起 形成我们所说的Sivil Society 一个公民社会 所以说他认为呢 这样的社会事实上呢 它是起源于人的一种恐惧 人的一种恐惧 因为大家都很恐惧 那种自然状态 而在这种恐惧之下呢 人自然会理性的把你的权力 让渡出来给一个这个国王 而这个国王 就算他这个国王是一个暴君 也没有关系 但是呢至少他的前提就是呢 他能够来避免 我们之前所说的那种 无政府的状态 这个国王他能够提供人类 生活最基本的 比如说你的财产权的确保 你的安全的确保 那么只要他能够提供这个的话 我们就必须来服从这个国王的领导 尽管这个国王可能是一个很仁慈的 也可能是很凶暴的 但是他只要提供我们人 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安全需求的话 我们是愿意来形成这样子的一种契约的 当然也因为如此 因为大家还是有私心 对不对 所以说他认为这个国王必然要有权力嘛 否则的话公权力如果不能够执行 对不对 令出无门 那你说你下令怎么样的法律 大家都不遵守 那当然不行啊 所以霍布斯认为说 在契约的 人的理性的一种 彼此签计契约之下的话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国王 创造一个国家 而这个国家或这个政府 他必须要强而有力 他必须要有绝对的权威的一个统治者 来执行这些契约 如果你不愿意执行契约 那么你就必须受到处罚 那谁能够有权力处罚 就是国王嘛 就是这个政府 对不对 所以政府必须强而有力 政府必须有绝对的权威来统治 来执行他的契约 那么所以说只要能够保障这个法律 他能够执行 契约能够有效地运作的话 那么不管怎么样的统治形式 我们必须服从这样的国王的 一个强而有力的统治 好 这是霍布斯 他最早所提出来这样一种契约论 他认为如果你只靠个人 没有一个在上面的统治者 来统治你的话 事实上人跟人之间 就算是有理性 你也很难能够形成一个 彼此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 而让他顺利运作 他认为是很困难的 所以必须有一个政府 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君主 来做这些事情 好 这是霍布斯的一种 这个角度来解释 为什么我们说过 为什么我们需要 这样子一个政治体制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 强而有力的一个君主 来作为统治的一个 或者说国家 必须要存在的一个因素 那么当然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我们在介绍洛克跟卢梭 跟他之间的差异之前 透过现代的政治学理论 我们可能下一次上课也会介绍 我们也可以做重新的一种诠释 让各位来进一步理解 这种人跟人之间互动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种互动关系 那么我这边试图来解释 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 跟所谓的这个 我们需要一个政府的公权力的执行 我用过比较现代的理论 是赛局理论叫做囚徒的困境 为了语惯 嗯 中文字幕——YK 当代呢经济学者所发展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我们称为叫Game Theory 赛举理论或者博弈理论等等 台湾有不同的翻译方式 Game Theory呢 以后我们还会进一步的介绍 它几个重要的模式 大概在我们课里面都会介绍到 包含囚徒的困境 包含像是诺夫赛局 或称为小鸡赛局 还有另外像是零和赛局等等 我们这本课里面 大概都会做一些补充的介绍 今天我们这边 特别用赛局理论里面 非常著名的一个模型 叫做Prison Dilemma 叫做囚徒的困境 或什么囚犯的困扰之类的 来说明我们该所说的公权力存在的 在人跟人之间团体的互动里面的一个必要性 那么博弈理论的意请注意 那么到今天为止 我们台湾大概有半数的报章杂志 或是一些文章里面都会写错 那个意 会写成下面那个意 那个叫神采意义的意 那跟赌博这个赛局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请不要写错别字 应该是上面那个意才对 对意嘛 对意的那个意 不是底下神采意义的意 顺便做致辞的定证 好 那么 那么我们说赛局理论里面 其实它很简单就是一些简单的模型 来描绘一些人跟人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 我们是社会科学所做的就是这些东西嘛 对不对 好 做一些simplify 做一些generalization的一些工作 来解释一些复杂的现象 那在赛局理论里面有个很有名的模型 叫做囚徒的困境 其实赛局理论里面很多的一些模型 这些model都有很有趣的一些故事 那不管你听过或没有听过 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说一下 这个present dilemma呢 我们时常生活叫pdgame 简称 用在国际关系 用在一些社会学 会计学 或者是像政治学里面 解释人跟人间互动的一些情境 这个game是时常被用到的 这个故事大概这样说 现在呢有两个坐监犯科的囚犯被抓到 不能说囚犯了 嫌疑犯 好 一个是a 一个是b 那么我先说明一下这个我们表示的方式 好 这个我们称为一个2 by 2的matrix 好 这是一个2 by 2的一个matrix 什么matrix 叫做矩阵 好 大部分看到matrix这个字就想到基诺里为 好 这边我们所看到这个matrix是矩阵的也是2 by 2的矩阵 也就是说a跟b他们各自有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 好 我等一下会说明 像这个的话 a 他有两种选择 一个叫不招 一个叫招 b也有两种选择 一个叫不招 一个叫招 两个人都有两种策略 所以乘起来2乘2就是有四种可能的结果 好 我想这非常容易理解 好 每个人有两种策略 乘起来就是四种可能的结果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a跟b 假设他们就是一个坐监犯科的嫌疑犯 好 整天在外面什么抢夺啊 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终于有一天很不幸的 或者是很幸运的被警方所逮捕了 那么但是呢 检察官要叫他们起诉 但是并没有非常直接的一些证据 要叫他们起诉定罪 所以呢这所检察官问案 就把这两个人分别的关在 两个不同的征讯室里面来询问 这所检察官首先走到a的征讯室 对a讲 好 你现在呢 你跟你的同伙b那个人 做了这些事情你承不承认 你招不招是你们做的 那么检察官告诉他 现在所面临的是这样的情况 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你选择不招 兼不认罪 第二个人选择的是招 同样的b 我等一下会去问他 他也有两种选择 一个叫做不招 一个是招 然后呢在各自不同的选择之下 有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如果a不招 好 坚决不肯认罪 b也坚决不肯认罪 那检察官实在很难能够宣布破案 他可能以其他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两个人什么无故 携带什么枪支 什么什么这个 呃 枪支什么什么刀戒 什么违反这个什么枪支 什么处理条件 一个人各判五年 但是那个抢夺的部分 就没有办法定罪 好 两个人各 以比较其他的罪行 各判五年 两个人如果都不招的话 那如果说 检察官跟a讲 如果你招了 你愿意认罪 你愿意当污点证人 这个名词现在满流行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做认罪协商 你招了你跟我们合作 对不对 对方不招 但是呢 如果证据都很确凿 那么你因为当污点 证人我可以请求法官给你重清 按照那个叫做窝里反条款 对不对 然后呢给你判比较轻的罪 你判一年 对方最大恶极 犯了那么多罪还不肯认 全部都判他20年 重判 好 这叫死不悔改 一定要判重判 对不对 犯了罪还不肯承认 好 搅赖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呢你因为污点证人 然后你一年 对方20年 但如果说你不肯招 而对方招了 同样的对方是污点证人 好 他有窝里反条款 我请求法官兼免他的罪 他一年你20年 当然最后一种情况是 两个人都招了 太好了 检察官宣布辞案 侦破太漂亮 两个人 因为两个都招了没什么窝里反 反正两个都认罪就是了 各判十年好 这些抢夺罪就是他们犯 所以呢 所面临的是A 所面临的是这样的状况 左下角代表是A的 所面临的情境 右上角代表是B所面临的状况 好 这应该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时候 如果 请问你 如果你是A 检察官现在向你问案 请问你会选择招还是不招 思考一下 我们假设你们都是理性的 当然这些被判这个刑的时间 就可能代表你的偏好 我们所谓理性的 我们假设是说你应该会偏好被官比较少 剩余官比较多 你说老师我就喜欢被官长一点 那我们就很难讨论 对不对 我们假设你应该是喜欢一年剩余五年 对不对 五年剩余十年之类的 好 这是我们假设理性的基本假设啦 那你说我偏偏 我喜欢五年剩余十年 喜欢十年剩余一年 喜欢一年剩余二十年 那我实在很难解释你的行为 好 那 所以呢 如果说是你的话 你面临这样的状态 你是那个A囚犯 请问你会选择招还是不招 好 会选择招的请举手 这么不够益气啊 好 请放下 选择不招的请举手 请放下 显然选择招的比不招的多很多 那其他人呢 老师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一下奉公手法 我们假设是这样子 是A跟B两个人是从小 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两个人彼此个性都非常的熟悉 并且两个人在犯这些事情之前 两个人早就煞雪为盟 指天为氏 好 我们一定要有益气 我们绝对不能够出卖对方 我们双方呢一定要信守盟约 我们两个人如此的亲近 对不对 我们是兄弟 对 我们是拜把 这会不会改变你 当然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算他们之前有这样子的协定好了 检察官也不管 检察官现在给A讲这样分析 你看一看 如果对方 我现在不知道对方怎么样 但如果对方选择不招的话 他选择这个策略 对于你而言 你选择招好还是不招好 如果对方不招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也不招的话五年 对不对 但如果你招的话一年 所以说如果对方不招 假设对方不招 对他信守承诺不招 对于你而言的话 招比不招好 当然我们以这个年的长短作为你的偏好 好 你认为一年比五年好 而如果对方选招招呢 对方如果招 他选择这个策略 对于你而言 你选择不招好还是招好 你招了十年 不招二十年 也是招比不招好 所以说检察官告诉你 事实很清楚嘛 不管对方是选择了招 你招还是不招 对于你而言 横数一定是招比不招好 对不对 对方不招 你招一年不招五年 对方招了 你招十年不招二十年 并且我可以告诉你 对方已经招了 你信不信 我不管你们之前什么 煞雪文文文指天为氏 我现在告诉你对方已经招了 你还是不招二十年 对方一年出去之后 享受你们所有的财产 同时替你照顾 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 你信不信 当然我们更戏剧化一点 我们就不改成死刑好了 我告诉你对方已经招了 你还是在那边信守承诺 咬牙的就是不招 很好 他一年出去了 享受所有的荣华富贵 你二十年后又是个好汉 你信不信 明明现在有一个策略是 不管对方招还是不招 你招一定比不招好 这个东西 我们在赛曲理论里面 我们称为这个策略 不管对方选择什么样的策略 你存在一个策略是永远 万无一失的 不管对方不招还是招 你招一定比不招好 这个东西我们说叫Dominent Strategy 叫做优势策略 好 叫做优势策略 或者说具有支配 Dominent就具有支配性的嘛 好 叫支配策略或优势策略 明明摆在那边嘛 你现在根本不用想对方了嘛 对方不管怎么样的策略 你一定是招比不招好嘛 对不对 何柯 我告诉你嘛 对方已经招了 你信不信嘛 你是不是愿意为了你们之前过去的承诺 宁可关20年苦劳 然后看着对方出去享受一切的事情 你信不信 然后现在明明摆在一个策略是 你一定会比那个好的 你要不要接受 我还是不要 我相信他的人格 当然也可以 对不对 那你会冒着20年甚至死刑的风险 值不值得对于你而言 明明有一个我们所说的理性的选择在这里 好 我们这个故事的情况是这样子 我们等一下再进一步说明 这个故事的情况是后来那个A 在检察官这样分析之下就签字了 认罪招了 这个时候呢检察官好OK弄完了 然后走在B的求饰里面 把跟他同样故事跟B说一遍 当然这时候他当然更有把握跟他说 其实A已经招了 你要不要招 那最后的B的选择也是 对他个人而言 他当然选择的是招 因为招比不招好 如果A选择不招的话 他招一年不招五年 招比不招好 如果对方选招招的话 他也选择十年 十年比二十年好 所以不管是A选招还是不招 B选择招一定比不招好 同样的选择招对于B而言也是优势策略 所以B当然考虑之下也签字了 两个人最后都招了 最后的结果落在这里 两个人都招了吗 B招了 A也招了 所以最后各判十年 检察官升为主任检察官 这个案子顺利漂亮的侦破 两个人都扶手认罪 两个人都不招 对不起两个人都招了 那你说这个困境在哪里 为什么叫囚徒的困境 这个困境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契约论有什么关系 我们等一下进一步说明 就是说你看看这个状况其实你说简单 这种囚徒两个囚犯面临的困境在什么地方 你看看最后对于两个人而言 他们都选择了dominant strategy 都选择就个人理性而言 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但是集体的却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结果 但是同时的存在有另外一个结果 两个人可以更好 如果两个真的就是不招 两个人各五年 而两个人如果都招了 两个人都是十年 明明存在这样的结果 当然比这个好啊 两个人都五年 集体而言 就这个group 就这个集体而言的话 collective decision的话 两个人都五年 当然比两个人都十年好嘛 可是这个结果为什么达不到 最后两个人理性的 个人的理性选择最后结果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集体的非理性 困境在于此 明明有一个存在一个集体更好的结果 但是很难达到 很难达到 而我们的人 跟人之间的互动的状况 这种情况常常遇到 常常遇到 我们等一下用一些例子来说明 那么我们所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在这里面A跟B 其实他们都做了个人的理性选择 两个人所做的选择 都符合个人理性的所有的假设 Individual Rationality 两个人都做了最符合个人的理性的选择 但是呢 在个人 两个人都做了个人理性的选择之下 却造成了一个集体的非理性 个人理性并不意味着集体的理性 一个团体一个社会 就算是团体跟社会之下的 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 可是呢 这些理性的个人所形成的团体 所做的集体选择 却未必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他的困境在于此 理性的个人并不保证 一个理性的团体 理性的个人并不代表 一个理性的社会 即使这个社会之下 每一个人都理性 合起来这个社会 也未必是一个理性的社会 好 这是我们下礼拜要谈到的 马克思最喜欢讲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 最大存在的问题就是说 一群理性的资本家 所合起来形成的 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 每一个资本家都非常理性的 在最低的价格之下 追求最大的满足 对不对 最大的利润的报酬 每个资本家 我们讲是都是理性的 可是从马克思的角度而言的话 就是一群有非常具有理性的资本家 所形成的一个集体的资本主义的 社会的非理性 他会自我走向毁灭 这是我们下礼拜会谈到 马克思所形容的资本主义 自我走向毁灭的一个必然性 所以理性的个人 不借着所形成的 但是我们会是有些假设嘛 我们假设每个都很理性 对不对 所以形成的社会就是理性的 当然这件事 我们可以来批判 比如说卢梭的权益制 一个最大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呢 其实后来很多学者 包含了像上次我曾经说过 到了20世纪的这个亚罗 所提出来的不可能定律 都是在描述这些东西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好了 好 我们以最小的团体来说 三个理性的个人在做集体选择 第一个人现在面对三个选项 或者说选择三个候选人好了 第一个人最喜欢X 过来是Y最讨厌Z 第二个人最喜欢的是Y 过来是Z他最讨厌X 第三个人最喜欢Z 过来是S他最讨厌Y 我把这一段花一分钟稍微说明一下 再下课 那谁会获胜 你看看如果说X跟Y的话 谁会赢 第一个人会支持X嘛 第二个人支持Y嘛 第三个会支持X嘛 对不对 因为他最讨厌Y嘛 所以如果X跟Y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呢 2比1过半数X会击败Y 如果Y跟Z呢 第一个人会投给Y 第二个投给Y 第三个投给Z 所以Y将会击败Z 因为多数人认为Y比Z好 那Z跟X呢 多数人认为过半数 三分之后人认为Z比X好 我们假设这三个人都有理性的 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候选人的排列 他们会非常清楚的知道 如果现在只有X跟Y 他会支持X 因为他喜欢X剩于Y 第二个非常理性的知道 如果Y跟Z比的话 他会支持Y剩于Z 因为Y是他第一选择 第三个非常理性的知道 如果Z跟Y的话他会选择Z 因为Z比Y好 每个人假设他都是理性的 都非常清楚制造自己的偏好排列 然后会做最理性的选择 可是三个理性的个人 所形成的一个是集体的非理性 为什么 因为多数人认为X比Y好 同时多数人认为Y比Z好 同时多数人认为Z比X好 那你觉得谁应该当选 谁代表民意 台湾不是讲民意就最大了 X应该当选吗 错 三分之二认为Z比X好 X比什么当选 那Z应该当选吗 错 多数人认为Y比他好啊 如果Y跟Z的话 多数人选择Y也不是Z 那Y应该当选吗 错 三分之二认为X比Y好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Cyclic Majority 政治学早就发现这些东西了 即使一些个人都理性的 那三个最小的团体 三个人组成重 三人为重 三个人所形成最小的一个团体 都有可能出现一个集体的非理性 每个个人都理性的 他们所合起来的三个人小小社会 就可能出现一个循环多数 就是个集体非理性 因为我们不清楚 这个循环多数之下 这个集体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每一个选择都会被 另外一个选择所推翻 所以这件也是一样 Individual rationality 但并不见得imply 一个collective rationality 我们即使集合了 每一个都是理性的个人所形成的 也未必是一个理性的社会 或理性的团体 何况更何况 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们每个人都理性吗 好像有些人不太理性 那所形成的社会又是什么 所做的集体选择又是什么 当然这是只有我们深思的 但是我们等下 下一节课再回到囚徒的困境 做更进一步的隐身 跟我们之间的 所谓的国家形成之间的关联性 做一个连结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上堂课呢 我们试图用赛局理论里面 一个非常著名的模型 叫做囚徒的困境 来解释政府为何必须存在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囚徒的困境 那我刚才曾经说过 以这个囚徒困境而言 它的所谓的dilemma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两个人都做了对个人而言 最有理性的选择 但是却达成了这个集体的非理性 那么而这个结果 我们说过 在A跟B 在不管对方做什么样的选择之下 它存在一个dominant strategy 就是说 不管对方选择不招或者是招 他招一定比不招好 这个dominant strategy 所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个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名词 当两个人都存在一个优势策略 他所得到这样的结果 我们称为叫纳许均衡点 纳许Nash Dominant Strategy Equilibrium 他叫纳许优势策略均衡点 因为第一个发现这样子的人 叫做John Nash 这个人各位有没有听过 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纳许呢 这位人凶 那么是个天才 这不是我说的 当他申请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 博士班的时候 他的老师给他写的推荐信 只有四个字 就是He is a genius 这种推荐信 好厉害啊 你看有些老师给你写的推荐信 写了两三页 事实上没什么重点对不对 他是一个天才 然后呢他的博士论文 他的博士论文只有28页 比你的报告还短 拿到了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写什么东西 他就是证明这个各位不用管理 听听就好了 证明在所有的零和赛局之下 一定存在均衡点 就这样子 然后拿到了这个博士论文 那么均衡点是什么 很简单 其实均衡点的概念 纳许所创造均衡点的概念 就是在这种赛局之下 我用个最简单的说法好了 这边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谈那个 因为这个博士在太多时间 我们不是在上赛局理论 均衡点其实很简单 就在对方不变的情况之下 你也不会改变 如果对方不变 你单独的改变 只会带给你更差的结果 这就是最简单的赛局理论里面 均衡点的概念 只要对方不变 你也不会变 因为你的变 会带给你比较差的结果 我们看看以这个情况来看 如果对方选招不变的情况之下 你单独的改变 你从这个招变成不招 从十年变二十年 你会更差吗 所以如果对方不变的话 你单方面的unitarily的改变 只会带给你比较 worse的battle 这个 outcome worse of the outcome 同样的对于A而言 只要对于B而言 只要A不变 A选招的情况不变的话 B它的改变 从招变的不招 只会变十年变二十年 也会更差 所以说只要对方不变 如果你们同时落在这个点上 同时落在这个点上的话 只要对方不变 你也没有任何改变的动机 你的改变 你的单方面的改变 只会带给你比较差的结果 这就是一个所谓纳许均衡点 纳许 从现在看 当时当然它是一个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就创造出纳许均衡点的概念 从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后来他也疯了嘛 每天在普林斯顿大学里面逛来逛去 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 他竟然没有死大家以为他死了 因为在赛局里面有重大贡献 然后人就不见了 然后就疯了 后来听说又恢复了嘛 对不对 然后后来在90年代的时候 发现他没有死 赶快把诺贝尔奖办给他 因为诺贝尔奖照例不办给死人的 过世的话就没有了 所以他在94年拿到诺贝尔金军学奖 28页的博士论文 供各位参考一下 那么好 这是纳许均衡点的 所以这是一个纳许均衡点 只要对方不变你也没有理由改变 那么但是我们刚才说过 但是这样一个集体的选择的结果 对于个人都符合个人理性的情况之下 它不见得是对于整体而言是最好的 因为明明存在另外一个结果是 让大家都能够更好 可能那个结果很难达到 然后呢也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 并且即使落在这一点上的话 也每个人都会有可能想要改变的动机 因为它不是均衡点 所以刚才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如果他们互相可以讨论 不是分别光在两个求是里面 他们有没有可能做出不同的结果 也满难的 因为终究你的决定是让你自己做 所以我刚才已经暗示各位了 他们两个人被抓之前 不是你充分讨论过吗 我们两个人被抓进去 绝对不要出卖对方等等等等 说好了 可是最后一刻 对不对 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明明都讲好了 都沟通非常完整了 可是呢 当最后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突然想到如果他还是不招 那我招了不是比不招还好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这个结果虽然两个人都不招 对大家更好 可是呢 对于你而言你有这个incentive to defend 如果在这一点的话 对于A跟对B而言 两个人都有背叛的动机 因为他不是均衡点 因为呢你选择不合作 你选择背叛对方 你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你就没有一定要信守在这一点的一个决心 这是人性 对不对 如果对方真的不招 那你招了不是会比较好吗 可是我们说这是均衡点 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 两个人不会单独的背叛 没有人有背叛的东西 因为背叛的结果可能是更差的状况 可是在这一点的话 大家都有背叛的动机 既然大家 我们说因为它不是均衡点 大家都有背叛的动机 所以要keep在这个上面的话就很困难 好 这是囚徒困境的一个故事 那这个囚徒困境的故事呢 如果我们把它通责化 通责化往往会以这样的形式来表现 我们在这里的状况 看起来的状况 我们在这个状况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通则的话呢 球图固定就是以这个方式来表达 A跟B 两个player 两个这个就是参与游戏的人 两个player 他所面临的C跟D C就代表是合作 D代表不合作或者背叛 C就corporate D代表defact C就代表合作就代表不招 请注意这边随着合作不是跟检察官合作 是跟对方合作 所以不招就是合作嘛 双方都合作不要招嘛 那招了就代表背叛 就是不合作的意思 就两个人 A跟B两个人之间 所以C代表是合作 D代表不合作 合作不合作 那4321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关几年的数字 如果转换成个人的偏好排列的话 因为这个数字是可以随便改嘛 你20年死刑 什么25年 三年随便改 但是基本上的话符合就是 4代表对两个人而言最佳的结果 不管他是一年也罢 是10个月也罢 是3年也罢 就是对于双方而言 4代表是Best的 outcome 那么3代表是三个Best是次加的 你看两个对照是不是一样 2是次差 1是最差 所以说一个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情境 只要符合这样的状况 合作不合作 合作不合作 然后呢 最佳 次加 次差 最差 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个囚徒的困境 就是个囚徒困境的一个 所谓的generalized form 囚徒困境的通则化的形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表达 那当然我们进一步把这个囚徒困境来衍生成我们所说的一般的社会上的一些状况 我们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最后呢导入到我们对于国家角色存在的一个必要性的看法 我们看以这个来说好了 我们说过人 往往人跟人之间互动 我们人是一个团体的动物 生活在团体 人跟人之间互动是常有的状态 我们常常会面临到囚徒困境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当然这可能会帮助你来思考 以后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 你会如何来选择 举例来说 好 这我最喜欢用的例子 你不妨想一个状况好了 因为囚徒困境是两个人之间 我们不妨更扩大来想 在一个团体里面 好 A 就代表你 B 是代表其他人Others 我们先说一个情况好了 这台湾以前常常发生的 在台湾的西南沿海很多的一些乡镇 比如说像屏东的这个临边那一带东港 有很严重的地层下陷 云林 那地层下陷当然可能因素很多 其中被人认为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但有些人认为不是 就是当时的当地的养殖余温液的发达 然后一直抽地下水 地下水抽的过多了 所以造成地层逐渐在下降 好 这是很多人认为的因素之一 但有些人认为不是 那我就说好 如果我们假设地层下陷造成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过度地抽地下水 好 假设我们现在在云林某一个沿海的乡镇 一个小村子里面 村长现在把大家全部召来了 就是我们这20户住在这边嘛 每个人都养了一大片养殖余温 拼命每个人24小时那个都在抽地下水 然后我们地层逐渐下陷 我们的主线的坟已经泡一半泡到水里面了 然后再这样下去的话再过十年 我们这个村子整个要前村 大概已经没办法住了 因为已经在海平面下 什么一公尺两公尺了嘛 对不对 很多 我们中南部很多村庄都这样子啊 好 现在村长召集大家 大家说好 我们彼此合作 大家都不要再多抽地下水 我们就保持这样就好了 我们去捐我们的鱼 每个人都合作 让我们的地层停止下陷 我们可以在这边永续经营 可以再住个几十年 而不要说十年之后又整个完蛋 所以我们彼此说好大家都合作 让我们地层不要下陷 好 大家都说好了 都回家了 这时候某一个人 你躺到床上 晚上睡不着觉 在想如果别人都合作 别人都不乱抽地下水 那如果只有我偷偷地抽点地下水 应该没有关系吧 我们村庄不会因为我抽地下水 就整个下陷了吧 对不对 然后他会有很多理由来说服自己啊 你看到别人 对不对 家里面都看着双逼 对不对 我国外存款那么多 他们不需要多抽 我不一样啊 我上个小孩都现在念大学的 学费那么贵 对不对 然后我的经济收入不多 所以我多抽点地下水 整个村庄不会我一个人就完蛋了嘛 那应该没有关系嘛 如果别人都合作 只有我稍微背叛一下 应该没有关系 他想那好吧 所以他决定了 如果别人都合作的话 我一个人背叛不会造成整体的村庄 集体的沦陷 所以他晚上两点钟偷偷地爬起来 准备到外面去打开马达 偷偷地抽地下水 没想到走去外面 外面灯火通明 因为可能每一个人都这么想 刚你走到高速公路上 前面在塞车 旁边有那个跑道 对不对 你在想说 如果每个人的遵守交通规则 每个人都在路上都不走 那我很急啊 别人都没事啊 对不对 都出来玩的 只有我很急 我必须马上赶到前面的地方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走旁边 应该没关系吧 所以你就开始往旁边走 你发现每个人都往旁边走 全部都塞住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在想说 如果别人都合作 只有我稍微背叛一下 没关系嘛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 全部都完蛋 为什么 我们说过 大家都合作 它不是均衡点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有incentive to deflect 套句另外一种说法而言的话 当大家都合作而只有你不合作 因为怎么样 每个人都有incentive to be a free rider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有这个动机要成为什么样 叫free rider 叫做什么叫free rider 叫做免费搭车的或者叫大便车的人 对不对 free rider不是自由骑士 请注意 不是每个人都有动机成为自由骑士 错 如果有考试考这一年 自由骑士的话一定得零分 那么这叫做免费乘车或搭便车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搭便车的诱因或者是动机 这是我们所说的 等一下会进一步说 这个东西如果把它视为叫public goods 叫公共财的话 当集体希望创造出一个公共财 可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怎么样 成为搭便车的可以免费享用 这个经济学的概念 我想各位上经济学应该上过这个东西 对不对 只享受权力却不愿意进行义务 可是人跟人的社会我们刚才说过 如果从地下水的抽取从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行为 从公园里面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环境 对你想说你丢个纸没关系啊 如果大家都遵守不乱丢纸 你丢个纸不会造成公园整个的脏掉 可是如果每个人这么想 公园就没有办法维护 那么或者说像有一些例子 像大家说汇选的问题 如果说大家都不买票 彼此都竞争的也没关系 可是如果说大家都不买 就你买你可能会上 那就搞到半天每个人都在买票 或者是说再举个例子来说的话 比如说这个 因为他们这个例子用在很像这个 刚刚过世的Ostron 就是印第安大大学诺贝尔讲的 就是他所提供的共永财的悲剧啊 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这边 共共财的提供 共永财提供 必须要大家都合作 但是事实上根据人性 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 是蛮困难的 那么所以呢往往 因为大家都想要成为自由骑士 这个搭便车的人 那么大家都希望如果别人都合作 只有我不合作 没什么影响 但是往往我们说过很多的一些 集体的一些结果是需要 大家都来共同遵守 我们举例来说 有些人会用这个来形容怎么样 比如说社会运动 你可以发现以台湾来说的话 各种女性主义者 所倡导的推动的一些社会运动 大部分的女性是选择不参加的 比如说我记得前几年吧 一群女性主义者要攻占男策 攻占男策干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台湾很多建筑物 男女厕所比例是一样的 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对不对 男生厕所都很轻松去上 女性都大排长龙 对不对 因为使用时间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一个公共建筑里面 女性跟男性厕所是一样的 所以必须要女性比男性要多 才符合基本的人的生理需求 那过去很多女性主义者 倡导这个概念啊 攻占男策啊 说如果女生大排长龙 也要去男生厕所上 那被很多男生 视为这个实在是离经叛道 那很多女生也不好意思参与 但是透过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 这个什么好 你们去冲嘛 对不对 我道德上 我心理上支持你嘛 等到你们争取到了 我一样享受啊 那我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 我想要当个freerider啊 对不对 你们都合作 我不合作 你们都去冲 没关系啊 你们去冲用男生厕所 对不对 我不合作 可是等到有一天 政府正式立法了 现在所有的公共厕所 对不对 公共建筑的厕所 女生必须比男生多三倍 我一样得到好处啊 所以这些解释说 为什么很多女性 不愿意参与女性运动 因为女性运动最后的结果 这是公共财 对不对 我一样享受嘛 我即使当时没有去抗议 没有去冲锋陷阱 我一样可以得到好处 那我为什么要去 各位了解意思吗 很多人类的社会行为都是如此 因为大家都有incentive to be a free rider 因为大家的合作的结果 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 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 对像我们现在 我们新的建筑物 一定有法规定要公布 那旧的建筑物 那邓府也会劝导一些建筑物 我记得我去年看过一个新闻 蛮有趣的 台北有某家儿童医院 为了要符合台北市政府的要求 女性厕所要比男性多三倍 可是他没有办法改造 那怎么办 所以他决定 把男生厕所关闭 男生厕所关掉一些 来符合女性比男生多三倍的要求 这也满有创意的 那么无论如何 就是说像很多这种事情 我们所说的一些集体的 因为你们去争取到一些集体的东西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享受 对不对 一群学生去教育部抗议 或者高学费政策 可能还被警察拖去 还去什么警察局登记 可是真的他们有 这个争取到了 教育部承诺了 今年学部不调整 因为每个人都享受到 就算你当时没有去教育部前面抗议 你一样享受 那你为什么要去抗议 可能影响到功课 影响到期中考 可能还被警察抓去 抓去这个这个 拖去怎么样 还花时间什么做大海报 所以我们说过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宁愿Defend 你宁愿选择不合作嘛 让大家去嘛 去冲嘛 你一样可以得到 所以我们实际上说 如果你把大家的合作结果 视为一个 经济学上所说的公共财 public goods 大家的合作来提供公共财 公共财提供最大的问题就是哪里 就是说即使你没有负担 应有的义务 你一样可以得到它的好处 对不对 我们用求图困体解释而言的话 就算是大家都合作 你不合作你一样可以得到 那你为什么要负担呢 好 我们实际上看另外一个例子 像我们说什么高山什么羊羊 大家吃草那个 或者说还有很有趣的一个经典例子 就是某个港口 小港口 这边住了十几户人家 他们的渔船 他们就靠渔船为业 渔船进出港口 然后呢太不方便了 他们决定集体出资建一个灯塔 好 从各位以前高中 读的概念知道 这个灯塔就是公共财 不管你当初有没有捐钱 但是只要那个灯塔一旦被建立了 所有这个村庄 渔村的所有的船只进出 都可以受到灯塔的好处 因为永远看到灯塔进出就比较方便 对不对 所以灯塔一旦被建立 它就是公共财 并且即使外面外海经过的船只 它也可以享受到灯塔的指引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们这些人 当初没有捐钱建灯塔 以后灯塔的光 不准照你 你不准看 不可能嘛 因为我们说灯塔的灯光就是公共财啊 你不管有没有做这样的捐献 有没有来建这个灯塔 你同样的灯塔一旦被建立 那个灯塔的光就是公共财 你都可以享受 并且不会因为你多这个 经过的船只比较多 看到灯塔比较多 灯塔的光就比较微弱 对不对 一样嘛 所以一旦被提供的话 它就是在那里 可是你也知道如果说你的话 假设我们不考虑其他因素 这十几户人家里面 你就是不捐钱 你用种种理由说你就是不捐钱 可是其他人都捐了 其他人都合作 你被派 灯塔一旦被建立 我们先不考虑那种人情压力了 一旦灯塔被建立 你一样可以享受啊 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 从女性主义者 女性本身的一个角色 到这个我们所说的 这种沿海的鱼温养鱼的例子 到高速公路开车的例子 到这种灯塔 所提供的公共财的例子 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人他是有背叛的动机 人是有成为搭便车者的动机 如果大家都合作 你不合作的话 你一样可以享受好处 但是你不需要尽义务 那好 我们说这是囚徒 就是困境在于此 困境在于此 就是说明明 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不合作是最佳的选择嘛 是优势的策略嘛 不管对方选择合作 或者是不合作 你选择不合作一定比合作好啊 好 我们回到今天所说的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 我们知道呢 在自然状态之下 霍布斯所描解的自然状态之下 大家其实理论上就个人理性 大家都不愿意合作啊 其实大家都讲好了 我们要合作 可是合作的结果也还是很难达到啊 因为大家都想要背叛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过那个村庄 大家都讲好了 不要烂抽地下水嘛 可是一旦有人抽 每个人都跟进 对不对 大家讲好不要汇选 这是我们五六个候选人 选这个镇长 我们大家都讲好都不要花钱买票 干嘛嘛搞得大家那么累 可是当你信手承诺你不买票 你一旦在选前一两天 听到有人开始买了 你就马上买 因为你只知道你不买 你可能会买出别人 诶 让我再教一下 就是往往怎么样 大家最后都会背叛 同样的我们说过 因为合作的结果真的很难达到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时候需要公权力 公权力存在 政府的存在 就是要为了要保障公共财 能够被有效的提供 因为我们都知道原始人跟人之间互动关系 选择不合作是一个均衡点 这是对个人而言的最佳选择 要逼迫大家去合作 即使达到了这一点也很不稳定 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跑掉 每个人都想要背叛 但是政府的公权力 它所存在的价值就是在于说 让每个人能够存在在这边 我提供公共财 然后逼迫大家要合作 靠去霍布斯的话 要一个强而有利的政府 要有效地执行公权力 来确保一些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交易制度的这个顺利 对不对 司法体系的公平 对不对 然后这个金融制度的运作的稳定 政府就要提供这些东西嘛 否则 对不对或纳税 谁喜欢纳税啊 对不对 如果说每个人都知道你纳税之后 政府才能够根据你的税收来提供公共财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知道 如果别人都纳税 你不纳税 一样有公共财啊 对不对 政府一样提供啦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怎么样 省了一笔税金嘛 如果你有机会逃税 你会不会逃 回去问问你爸爸妈妈 对不对 我们纳税的时候也会来说 如果你有房租收入你要解上去 这是你的收入 可是有几个在台湾租房子 只能有些房租收入的 很多很多这种事情 当然我知道中南部很多的檳榔奇思 一个月赚的钱比我还多 重点是我要纳税 他们都不要 那么当然不要说这些 就是说如果说以纳税来说的话 如果你知道大家都纳税 政府可以跟你的税金提供公共财 但是如果说你有一天你可以逃税 你不必纳税 你一样可以享受公共财 同时你可以怎么样 省了很多的钱 难道你不纳税 你逃税之后 以后中共的飞弹只打你家吗 对不对 政府的税收提供了国防的安全 每一个人在这个台湾岛内 都接受到的好处 不会是因为你纳税纳的比较少 或你逃税以后中共的飞弹就打你家 不打别人家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一样得到好处 但是同时你省了纳税的钱 所以政府随乱目的在于什么 为了确保公共财 政府必须我们实际上说 要有胡萝卜 要有棍棒 要确保公共财的提供 有人想要defact 有人想要这个所谓的这个背叛 但是他知道他的代价可能是很大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逃税被抓到了 你可能要付好几倍的这个罚款 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敢背叛 所以你只好诚实纳税 或者是你诚实纳税 可能会提供你诱因 比如说你什么之前先报的话 可以先退钱啊等等等等 对不对 他要提供一些诱因 或者说提供惩罚 要给你一些incentive 要给你一些punishment 或我们所说的carol跟stick 所谓的胡萝卜跟棍棒 来确保公权力的执行 我们刚才说过 如果政府不能够提供这些 大家也都知道无所谓 当你乱闯这个车子的高速公路旁边的时候 也没有人管你 当你在外面随便丢东西的时候 也不会有人处罚你 当你逃税的时候 也不会有人怎么样 当大家都说好 不要乱抽地下水 你抽了也不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谁还要合作 谁要当傻瓜 谁要做傻瓜 就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家里面 那时候在台中最玄奏的都市重化 市地重化 那重化之后呢 凡是公路经过你家门口的 你都会你的店面马上就暴涨 对不对 然后呢这时候可能政府来收你的工程受益费 因为你因为这个工程的 马路的开拓而得到利益嘛 所以工程受益费 要求你提供一些钱来帮助公路的拓展 假设工程受益费分三期缴纳 第一期这个马路的旁边的所有的居民 有80%都缴了 有20%人没缴 大家就要看 那20%人不缴会怎么样 没事 第二期再来收的时候 可能只有50%的人要缴 因为大家来看那其他人不缴会怎么样 也没事 第三期再来收 就没有人要缴 路也见不了 对不对 因为政府没有办法给他们punishment 当然这种事情我们说过 人跟人之间互动关系里面呢非常多这种情况 我在说一些可能各位 各位不晓得会不会体认比较深的例子 你们听说你们现在系学会的费 会费是大一全收了 以前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问题我不与置评喔 该怎么收 这你们学生自制的事物 比如说像以前我们时候 大一一进来都呆呆的嘛 系学会来收会费每个人都缴了 其中有些人没缴 当然系学会会想一些办法对不对 你不缴的话不能参加系上的活动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不对 会给你一些这样子 对有些人说反正我一不参加 我根本无所谓 不缴 没事 或许他还参加很多活动 也没有人会怎么样 只要他脸皮够厚 好第一年假设有90%的学生 都缴了会费大一的时候 可是10%人不缴 也没怎么样啊 继续升大二 大二的时候系学会再来收会费 你看到多少人会缴 可能变成百分之60人缴 那等到大三大四根本受不到了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变freerider 对不对 可是如果大家都不缴会费 系学会也没有办法办活动 很多活动因此停滞 然后你就开始骂 对不对 会长都不做事啊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在人的生活里面 其实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们回来这边解释 从互布施的契约论的解释 就是我们签订契约 可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遵守契约 因为大家都想要背叛 大家都希望成为所谓的搭便车的人 所以说政府本身为什么要有公权力 公权力必须要落实 才会使得契约能够继续运作 而终究最后会使得每个人 都会得到比较好的情况 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想要成为搭便车的 最后终究又回到这边来 公共财没有办法提供 大家同受其害 虽然对个人都是最理性的选择 但是终究公共财没有办法提供 每个人还是会得到比较差的结果 所以我们从这种囚图困境来 过来说明霍布斯本身 他们所提出来契约论以及政府必须存在的 一个比较现代化 赛季理论的说法来有助于各位了解 好我们回到课本第25页 约略跟霍布斯同时 但是比霍布斯稍微后面一点的 另外一位英国的学者 25页第三段叫做洛克·John Locke 那么他基本上也同意霍布斯的 关于所谓的这个契约论的观点 以及一些假设 包含了像是对于自然状态的假设 那么洛克的话他 我也写一下他的出生的时间 跟他的著名的著作 好补充一下那刚才说那个洛克的那个立维坦是1651年出版的 1651年17世纪的中叶 那么1651年出版的那 那洛克呢他的是1632到1704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17世纪的中叶到末叶的人 那么在18世纪初过世的 当然他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是1689年的 所谓的政府论二篇 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我们中文翻译成政府论二篇 那他的时间是1689年出版 所以比刚才1651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距林或者是立维坦稍微 这个往后一些 大概慢了大概30多年的时间出版 所以大约同时 但是洛克是比较后面的 那么这一位英国的这个洛克呢 同样的跟这个霍布斯有同样的经历英国 当时一二十年内战的这个过程 那么当然他对于整个英国当时的 这种非常紊乱的政局 然后民众招不保系的生活 当然也是深恶痛绝的 所以呢他同样的 有这样子一个内战的一个经验 那么也开始思考人跟政府 社会跟政府之间这种关系 那么对于霍布斯所提出来的契约论 这种所谓自然状态的这样子的假设 人在这个理性之下 要签进契约的这样子的一种叙述 然后为什么要有一个政府的存在 洛克基本上都同意 但是呢洛克基本上还是有跟霍布斯 对于基本上就对于人性啦 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观察 那么当然后世呢 我们称为洛克我们也知道了 称为叫做古典自由主义之父 这是founder of the classical liberalism 古典自由主义之父 或对于美国后来的宪政主义的发展 非常重大的一些启迪的作用 那么洛克呢基本上 我们说其实还是对于人性啦 基本上很多的政治哲学 都是对于人性不同的观察 我们刚才说过霍布斯基本上 比较趋近于我们所说的 人性本恶的主张 他是认为在自然状态之下 人跟人之间会你争我夺嘛 对不对大家都过得照不保系 所以是可能会被人家掠夺 被人家杀害等等 所以因此大家都很恐惧 出于恐惧而需要组成政府 但是呢洛克他认为自然状态 一样存在 可是他却对于人性 不是那么悲观的假设 洛克基本上他认为 人基本上是性善的 是理性的 自然状态呢 没有像霍布斯所形容的 那么的糟糕 洛克呢他会认为 人他还是会理性的来处理 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利益的冲突 大家看了一块地 很肥美的土地 大家想要把它圈起来 人跟人之间 但为了争夺这个财产 可能会产生冲突 对不对 但是他不会像霍布斯所说的 就是丛林仿泽 大家比看谁的拳头 拳头比较大 洛克认为呢 人应该有足够的理性 来处理这样子 人跟人之间的冲突 但是自然状态呢 他认为 我们该说他认为 基本上假设人是比较性善的 会理性的处理冲突 那么自然状态也是存在的 但是他认为 他认为所认为的自然状态 跟霍布斯最大的差异是 他认为自然状态之下就是怎么样 就是比较缺乏 没有办法确保个人财产 那么没有办法确保所谓的个人财产权 人的基本财产 所以我们知道西方传统 其实从洛克以下非常强烈的就是 所谓的个人财产权的一些保障 他认为因为那个就没有什么土地所有权状 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什么这个金钱的交往 对不对 所以在很多一些商业行为 一些个人财产的确保方面 在自然状态之下是非常不稳定 而这种不稳定可能会造成人的生活 就不会那么的快乐 那么所以说呢 你没有产权 没有土地所有权 没有法庭这些设施来仲裁 人的可能一些冲突 没有一个公正的像法庭这种制度的存在 所以人跟人之间很多冲突是没有办法 能够妥善的解决 所以说那么很多的不确定的存在 在自然状态之下 所以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之下 为了要降低这些不确定性 透极其实现在的说法的话 为了要降低所谓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的话 要降低这种所谓的彼此之间互动的不确定性 确保个人的财产权 以及一些冲突本身的一些仲裁 像是法院的存在 所以说为了要弥补这样的缺憾 所以人们彼此之间要签订契约 来形成公民社会 来形成公民社会 那么公民社会存在的理由就是要确保 我们刚才所说的 确保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权 自由权跟财产权 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 因为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之下的话 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的话 可能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所以洛克认为人签订了契约 宁愿让渡一部分个人的权力 出来给这个政府 就是让这个政府能够提供 我们刚才所说的公共财 能够来确保人的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 这是我们要让政府存在的目的 所以说基本上洛克认为 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的 这洛克把它称为叫natural rights 那么natural rights 那么我们国内把它翻成叫什么 叫做天赋人权 或者翻成叫自然权力 对不对 不同的翻译方式 那么无论是天赋人权也罢 或自然权力也罢的话 洛克认为这是政府存在的基本目的 政府存在的基本目的 在他的七月论的概念之下 就是为了要保障 我们人民的天赋人权 生命权 自由权 财产权等等 要在政府的存在之下得到确保 而如果政府存在不能够确保 人的最重要的这些天赋人权 或自然权力的话 那么我们人民就有权力 来推翻这样子的政府 这是洛克跟霍布斯 一个很大的差异性 我们刚才说过霍布斯认为 我们需要这样的君主 不管这君主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不对 我们必须服从君主的领导 然后君主可能有很大的权力 我们要遵从 霍布斯并没有刻意要强调 我们可以推翻他的这样子的概念 但是洛克是进一步的 他认为当然 我们说过对自然状态的假设 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假设 是洛克跟霍布斯 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而对于政府存在之后的一些运作 其实洛克他会更进一步提出来 他认为政府的存在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嘛 他的基于我们同意之下所存在的 他如果他的存在 不能够保护我们的天赋人权 而反过来限制 甚至剥夺了我们天赋人权 那我们当然可以推翻他嘛 我们当然可以推翻他 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取代他 好 这是我记得前两次上课 曾经说过的 我在那一次给各位听 洛克他的这个所谓的政府二论里面 政府论二篇里面所强调的 他非常强调就是统治者的权利 必须是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他的统治才有正当性 社会契约才能够成立 对不对 我们要签订社会契约 就是要统治者要得到我们的同意嘛 你要保护我们这些东西 如果说在社会契约之下成立的政府 不能够保护我们天赋人权的话 人民有权利推翻这个政府 好 这是洛克的 当时的一些主要的论点 当然我们也说过 后来的他这些论点 几乎是原原本本的被搬到 Thomas Jefferson所乞讨的 美国的独立宣言 好 美国当时的殖民地 受到英国政府的压迫 他认为你们英国政府 不但我们不能够保护 我们的基本的财产权 还要来整天的恒征 这个就是征税等等等等 一直干扰我们的生活 所以当时他们决定 我们要推翻你这个英国的统治 我们要另外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他所引用的理论 就是从洛克的这样子的概念来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理论没有用 理论在实际政治里面 还是可以成为许多的一些 政治行为的最主要的一些凭据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杰弗逊的独立宣言 里面所起草的 而当时影响到美国 如此深远的希望把英国人赶出去 其实所依靠的就是洛克 他的一些基本的主张 那么所以呢 他后来他们一些理论 当然对于美国而言 是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 也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立国精神 美国最重要的这个立国精神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 我稍微说一下 好就是另外一个 在契约论上有重大贡献的呢 就是各位看到25页的 那么倒数第二段 法国人卢梭 法国人卢梭他 那他完全就是18世纪的人了 是1712年到1778年 所以他的出生的时代呢 是比这个霍布斯跟洛克都再晚一些 当然他也没有经过什么英国的 什么内战的世纪 他根本就是法国人 并且他是出生在日内瓦的法国人 当时我记得 当时的日内瓦 应该还是法国的这个 这个所这个领土吧 日内瓦当 瑞士本身在早期 都是不同的国家占领 换过很多政府 那么所以他是出生在日内瓦 后来当然长期的是在巴黎 那边定居 那么他是生于日内瓦的法国人 那么他当然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卢梭就是1762年所写的 叫Social Contract 就是所谓的社会契约论 或者我们台湾很多书记 把它翻译叫明约论 明约论 明约论或者是社会契约论 当然就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当然他还有其他一些文学作品 包含什么卢梭 我们小说翻译叫卢梭嘛 大家大概不太喜欢梭 那个字改成梭 那么以前我们小说叫卢梭 忏悔录啊等等等等 也都是他的一些著作 那么当然卢梭他成为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契约论的代表人物 他的时间当然受这个比较晚一点 当然深受了霍布斯跟这个洛克的一些影响 但是呢他有另外的一些贡献 因为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 对于法国大革命 以法国本身的政治哲学 是造成了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些这个影响 尤其是他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明约论的一些讨论 各位看一下 这一段的第二行 这边所说的 他是18世纪的法国的哲学家 那么本身呢 他也为了法国大革命 立下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所谓的哲学 提供了所谓的哲学基础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他接受霍布斯跟洛克的理论 就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所谓自然状态啊 这些假设啊 政府为什么需要存在 基本上他一脉相承下来 但是他也加以做一些修改 他的一些对于契约论的主张 他又跟卢梭以及这个 对不起 跟这个霍布斯以及这个洛克又不太一样 好 举例来说 对于人性还是一样回到人性 不同的哲学家对于人性有不同的假设 在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 卢梭有更积极的一些假设 那么如同课本这边特别提到的 那么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之下的人 是完全善良的 比洛克更正面 卢梭认为呢 基本上自然状态之下 虽然没有任何的法律 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呢在自然状态之下的人本身 是完全良善的 人本身 他当时认为呢 自然状态之下的人们生活 就像是一种高贵的野蛮人 各位看一下这边特别引号叫 叫高贵的野蛮人 这个名字就是卢梭所创造的 事实上很有趣 就是卢梭当时的想像 为什么会有一种自然状态之下的人 是那么高贵的 是那么善良的一种高贵野蛮人 都是出自于 课本这边也提到 对于当时美国立国之初一种不切实际的一些资讯 就是对于当时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 因为当时传来在法国嘛 他们也没看过 听说美洲大陆 这个一些清教徒登陆之后呢 那边存在的就是高贵 就卢梭所创造的高贵野蛮人 没有国家没有法律 可是那些印第安人怎么样 彼此之间生活得非常的好 就是在清教徒登陆之前的那些印第安人 就是一种自然状态之下的 卢梭所创造的高贵野蛮人 他如果人本来就像这样子 但印第安人也没像他想象那么好 当然印第安人也其实也还不错啦 被后来被美国人杀了那么多 但是所以就是借由他们所想象的 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 他认为说自然状态之下 人是可以很好的 印第安人后来提供那些清教徒 那么多的一些帮助 对不对 清教徒无以回报就把他们杀掉了 那么 这是感恩节的由来 好 那对于契约论的 卢梭的一些主张 与对于后世的革命的一些影响 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 下礼拜我们继续对于 所谓的卢梭的契约论做一些说明 然后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就是关于马克思的理论 好 我们向他这边下课